刚来上海的时候 初来乍到的局促 对未来的不安也曾让我迷茫无助 看到大城市中的人们 几乎为了梦想两点一线 我的辛苦也不过是 千万亿项人的正痛之一罢了 但也有美好的小事治愈着我 整座城市还未苏醒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默默守护着我们平凡的幸福 街头小巷每天准时开张的早餐店 焦香的油条和热乎的豆浆 承包了每个打工人一早的快乐 深夜加完班走在寒风中 路边小店吃上一碗热腾的面条 不仅治愈了空荡荡的胃 还有疲惫不堪的心 这些美好片段我都会随手记录下来 手机内存都快被存满了又舍不得删 却可以把这一张张带有温度的记忆 上传到移动云盘上 几百张照片一会就传完了 速度超级快 每次看到移动云盘里的相册时 脑海中还是会重现 当时快乐的氛围和场景 生活不总是十全十美 但总有美好的那一面 回顾这些我有过的美好时 我才发现我已经是被眷顾得幸运而冷 人间烟火器和日常的瞬间 构成了世界所有的美好 越是平凡的小事越能抚慰人心 如果你有发现美好的眼睛 看见已经拥有的美好 那么人间值得